两位啊 相亲认识的是吧 是 从认识到现在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快一年了 着急要结婚 是 你觉得有问题 是吧 对 行吧 那咱们说有些什么问题好不好 那个原来 我有一段婚姻 就是我有一个孩子嘛 男孩女孩 女孩 多大呀 今年七岁 姑娘都七岁了 对 我想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我想更早的就是结婚 主持人是这样 就是之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离过婚 有个孩子 这个说了 但是他没说清 生活里 这个孩子是由他来带的 等结婚以后 我还是跟他一块儿带 我觉得我不太接受 那这个孩子你是怎么打算的 如果你们结婚的话 我是建议给他前妻带 是这样是不是 我俩因为这孩子事 就是经常吵 首先他跟我强调他没结婚 他不会带孩子 他不会哄孩子 我想我俩已经处了一年了 是吧 有一定的感情这个在里面 说你既然爱我的话 是吧 你就应该包容一下我的孩子 是吧 而他不太愿意接受这个孩子 我俩就因为这个就是经常吵架 我问一句 你打算结婚是吧 对 那你们俩还要孩子吗 我不打算再要孩子了 这个也是我对他有意见的一个点 你说我单身 我没孩子 我觉得我跟他啥也不足 虽然说年龄大点 但是我觉得有点委屈 我再跟他没个孩子 那你说我是不是 反正两个人的想法 我们都能理解 作为一个单身父亲 带着自己的闺女 当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那一刻 对方也能容纳和接受自己的女孩 是吧 是这样 是这样主持人 他总跟我讲 他跟孩子相处 处得不来 他想叫我把孩子还给我的前妻 这是一个就是不可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的前妻就是说 他已经再婚了 还有这个当时 我就是为了争取这孩子的抚养权 我就费了很大的轴折 孩子两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生活 没错 这个我说我们理解嘛 理解您这个不容易嘛 但是这个他得理解呀 但是我总跟他说 我说小孩子嘛 是吧 有很大的这个可塑性 你多陪陪他 多红红的 多带他玩 谁对他好 他就会对谁好 是吧 我给他创造机会 我说你带孩子去游乐场玩玩吧 然后他带孩子去游乐场 他给孩子一个人扔在游乐场 他在游乐场外面去打手机 就是对啊 和孩子相处 我是觉得您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这件事 他愿意这是最好 是您的福气 因为他跟那个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这里面没法揪人家的这个对错 咱往下说 等于在孩子是一个 你们俩之间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 对吧 对 而且除了这个孩子之外 即使结了婚之后 还有问题 您是不想再要孩子了 对吧 对对对 人家还打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还想有一个做母亲的这么一个权力呢 对吧 那这事儿你们俩就别 还揪隔个啥呀 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就只能分开了呀 因为什么呢 我有过一段婚姻 我就是更加珍惜我俩之间的这段感情 就是说想鼓励嘛 争取在一起 但是你现实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你是想让他让步还是你让步啊 我觉得都挺残忍的 所以说这事儿我俩弄不了 就是那时候 行这叫问题一对吧 你们俩的情感好吗 沟通的 我俩的情感 我觉得我对他是百分之百的付出 他原来在中介上班 从晚上需要陪客户看房子嘛 然后他下班很晚 我就开车去接他 然后早起我就做早饭 他生病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我就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我觉得我对他就是毫无保留 百分之百的付出 我觉得他对我是有所保留的 比如 比如那个有一次 我带他就去看电影 回来的路上十点多 他的手机响了 微信 当时我这一看是一个男的 然后他瞬间就挂了 不一会儿又打过来了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也没有解释清楚 晚上十点多私人空间 一个男士给打过来 你不应该给我个解释 那只是我的一个网友 就是在他认识之前 我们就认识了 这两年一直跟他就是 网友加朋友关系 根本没有说像他想的那样 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 你能接受得了吗 晚上十点多 一个女孩子夸给我 楼个微信 要给我视频 你能接受两个 你还不吵架 跟我吵半天 别着急 男朋友 你真的感受 你对这个男人的评价是什么 他就是在生活上比较照顾我 生活上会照顾你 对 人品还比较可靠 不好呢 不好就是太自私了 自私 对 这个怎么理解 我就是追求啥生活啊 嗯 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空间 幸福的在一块 这有自己的空间 幸福的在一块 这空间你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不跟他的父母 跟孩子在一起 然后我的 我的个人生活 你不能管得那么约束 不能约束我的交友 是这意思吗 对 它都影响我这个正常的 异性朋友的接触 真的 主持人他真的说的 结婚以后 我俩要单独出去住 要把孩子推给奶奶来带 他奶奶一个老人 年龄已经不小了 再去给他弄一个孩子 说吧 他怎么能方便 不是 您说的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啊 但是孩子还从小 那您就跟他分开找一个 能够接受您这条件的女士 不就挺好的吗 我就是 比较看重我俩之间 这份感情吧 就是为这感情 就做一下这个 最后的这个那场 努力 是这意思吗 对努力啊 这结婚 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你们都谈了吗 经济上没啥条件 结婚以后住我那边也行 您还单独有房子 对 然后呢 别的呢 别的没啥要求 他有要求吗 他对我要求挺多的 你要求人什么呀 除了跟孩子在一起 还有什么呀 老人就是这一块 我们要就是说 我 你有没有提过 要跟他婚前财产公正啊 婚前这个财产公正 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公认的 就是大家伙都能接受的一个现实吧 我觉得 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让我接受不了 哦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 就是交往时间这么长了 也不想说 因为这些事 说分就分了 年龄毕竟也是比较大了嘛 是觉得我又谈了一年 年龄又大了 怕嫁不出去吗 没有没有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对他还有一些感情吧 那关系当中 我没看到你们俩怎么相爱 相爱 我俩也有就是比较相爱的 你们相爱啥 任何都 你看啊 也有这个相爱的 钱上你不放心 对吧 所以要婚前财产公正 我不是说不放心 就是说现在 这个婚前财产公正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 那 咱们说的是关键的事 从你内心里放心 把钱给他管吧 不是不放心给他 别绕 不是不是人 不是我不放心把钱给他管 如果这个钱在我的手里 我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 带来更大的效益 我可能进行一些投资 他只能就是理财 或简单的存在 你放心把闺女给这么一个女人管吗 一个不喜欢孩子的女人管 这个放心 还行 做人的基本 基本这个内容 你不是说了吗 带去游乐场 她自己都不堪吗 孩子自己玩吗 你说了吧 所以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你为什么要盯着她结婚 而且来这个地方 要跟她谈这些的 毕竟自己有过一段 这个不幸的这个婚姻 就是我 就是更加看重这些 我想 不是我跟你说 她逻辑顺利的是什么 是这个女人不在意 这个女人就要 跟你的女儿生活在一起 愿意接受你这一切 可能在情感上 我们有些过不去的 这叫顺理成章 您这个我觉得 我是没弄懂 得嘞 如果你爱她 你为什么要提出 我们俩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跟经济条件无关啊 因为如果你只要爱 你只要努力 养两个孩子 虽然经济上会拮据一些 只要共同努力 是不成问题 我 我不是说 不和她再要一个孩子 你自己明确说出来 我说的是 我把这个孩子 照顾好的前提 我才能再要第二个孩子 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就不会强迫她去接受 她没有义务接受的条件 你这个孩子 还有一点 你说做婚前财产公证 貌似已经成为 所谓的社会趋势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 大多数人是没有做的 你做这个财产公证的目的 其实就是有所防范 你的种种条件的要求 都不像对待一个爱人 做婚前财产公证 说明有所防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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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